当地时间8月8日晚 在法国巴黎罗兰加洛斯体育场内 巴黎奥运会拳击女子54公斤级决赛中 中国选手常员战胜土耳其选手 为中国女子拳击拿到奥运史上的首枚金牌 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回忆初学拳击时 常员说 一开始感兴趣是因为打拳很帅 就偶然间一次看的 然后就觉得他很帅 那时候什么都不管就觉得他很帅 哎 打人也挺帅 然后挨打我还不知道那时候 然后就说跟教练说我就要去练 你不让我练我就要回家了 我不练了 然后教练就觉得这么好的人才别不练 那你要想去练的话你就试试吧 胳膊也挺长 然后就去了 然后一练就是15年 其实我还蛮 就是野心还蛮强的 再参加拳击这个项目 两三年以后吧 然后就开始慢慢对成绩的要求 越来越明显了 在比赛中长远英姿飒爽 生活中她是个喜欢拍写真的女孩 喜欢尝试不同造型 她在日常生活与网络中形象有着巨大反差 北网友亲切地称为全台女神 因为可能他们之前都这么叫我了 平常吧 我会在我的微博会在我的一些自己的自媒体 或者自己的社交软件上会发一些我的照片 或者是我的一些那种那种那种 个人的一些展示 写真照吧 因为我比较蛮喜欢拍写真的 基本上自己一个人没事我就会去拍一套 然后可能反差比较大吧 然后再加上声音什么的 他们会这么说吧 在场下面的确我可能就是 更多表现出来的可能更温柔一些吧 可能就是给人的一种错觉 就是很甜很甜 不管是笑也好 说话也好 或者甚至有时候跟别人去交谈的时候 没有那么凶 但是比赛中一上场就换了一个人好像 基本上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会这么说 他说你这平常看起来怎么也不像练拳击的呀 都会这么说我 所以就是像您练了拳击之后 比如说一个人比如说有时候走夜路 就一点不害怕 有这种反差吗 我不行我害怕 我连打雷我都怕 我不行 我是练拳击 但我怕 我不怕看不着 我不怕看着的 但我怕看不着的 常元认为拳击的魅力不仅仅限于只是学会 而是要打出那种迷之自信的感觉 就拳击的魅力只体现于 并不是说你会你就有这个魅力 他一定要做到那个 就打出来那种感觉可能才会有魅力 但是 但是他如果刚刚如果练的话 就是会来会有一种 迷之不自觉的迷之自信 对于梦想成为拳击手 和正在从事拳击事业的年轻朋友 常元建议女性还是要多接触拳击运动 把她当成一个兴趣或者强身健体 可以把拳击当成一个兴趣 或者是强身 或者是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 一个一个宠嘛 但是我觉得 女性呢多多少少还是一定要多接触一些拳击 因为不光是在个人的人身保护 人身保护方面是一方面 然后呢 自己的体态呀 自己的气质呀 自己的自信呀 都会对女性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 练体育练拳击的女孩吧 就是可能 你练之前 柔柔弱弱的 你练了以后吧 有可能柔弱弱弱的 但是更多呢 就是 算是那种像 很通俗 很庸俗的语言 什么温柔刀 刀刀个人心的那种感觉 此次巴黎奥运会进行中恰逢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到来 长远为大家送上了祝福 并幽默地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 明天呢也是我们就是中国一年一度的这个七夕节 也是先祝大家有对象的呢 有老婆的呢 有老公的呢 就自己该说什么 敲情话就敲敲说去 该买什么礼物就敲敲买去 然后那种 没有对象的呢 单身的呢 希望你们能在这一天脱单 当然啊 咱不遇到那种比较渣的 咱遇到那种好的就行 记得擦亮擦亮眼 首先呢 先保护好自己 不行再给他来个拳击组合拳